按一个确定 这样就完成 就是这个地方输入email信箱 不过前面会自动多出一个mail tool 然后按确定 当然将来呢 如果说你自己做网站 我建议你这边竹子可以打 像我就会有打 那这个点按确定就好了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当滑鼠移过的时候 要呈现动态效果 什么叫动态效果 移过去以后字可以放大 有没有 有些时候你 有些网页一移过去 就自动字会放大 那字怎么样放大呢 其实特别注意 这个就是动态效果 那动态效果也是选取它 就是刚刚有没有记得 动态的就是这一个 一定要是打勾的 这个工具列里面 动态就DHTML效果 然后呢你可以选择什么呢 当什么呢 在刚刚是载入网页嘛 对不对 现在就当什么呢 滑鼠移过的时候 然后呢设定格式 字形好了 比如说我就想 字把它 它没有要求啦 我是把它变大 变成大概差不多 24好了都可以 然后字可以比如说变成出题好了 甚至呢色彩可以把它改成红色 那这边设定是你看你自己 没有硬性规定 那我是大概字放大 反正这个我觉得 我想要这样的效果按确定 那怎么知道有没有效果呢 储存在浏览器中预览 有没有这个地方 跳出来 不过这边有个讨厌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 要允许 是就跑出来嘛 咻 有没有 字就放大 字会放大 可是颜色奇怪没有变红色 对啊我看一下 这边没关系再选一下 有没有 当滑鼠移过的时候 设定格式 选择字形 那这个效果如果要重做 你可以把它选取起来 这边有个移除效果 移除之后重做 我再试一次 设定格式嘛 选择字形 颜色变红色 字把它变24 有时候你 然后出题好了 按一个确定 红色嘛 确定 再试试看好了 重新整理一下 还是一样 所以这边有可能是因为那个 爱阅览器6.0跟7.0的差异 变成说它红色的部分 它没有支援 所以说你红色有没有 不过至少也是会动 就可以了 因为它没有规定 一定要变红色 如果说它里面有规定 一定要红色 那你一定要把它红色做出来 那如果说你做了红色 但是效果没出来 你也不要再钻牛角尖了 你就会跟坚卡老师讲说 我有做但是出不来 那是电脑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所以这地方的话就是 以后反正你要懂得变通 不要就一直做 做不出来再做 做100次还做不出来 这样子的话就完成这个 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几个 社团介绍的图还没做 还有那个连结 等于是吉他社第7还没 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你暂时没做 你可以后面再补的时候 要记得要把它做上去 那Menu的部分就完成了 把画面再先还给各位好了 就记得先在这边插入 这个表格的话 记得插入表格 都关注好 都关注好 就关注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